再來看我們想想看 蘇澳這個地方為什麼得天獨厚 軍港 商港 漁港都在這裡 怎麼挑的 台灣這個島四面環海 我們來看高雄港 深水港 你看當年的吞吐量相當的近人 也為高雄賺盡了不少的錢 那如果說我現在來巡視 我就是要這個港口 這個港口就是會賺錢 到底該怎麼樣來看 怎麼樣來挑 有些富豪就是獨具眼光 王永青的時候跟我們講 他說其實他看的最好的一個地方是立喆 但是宜蘭縣政府反對 因為他帶著風水秘密室都去看 他說立喆剛剛好叫做什麼 雙龍細豬 一個是新城溪 上面是東山河 所以就兩條龍在那邊細豬 剛剛好立喆就在中間 雙龍細豬 但是就是宜蘭縣政府反對 好 結果他找到了麥寮 各位曉不曉得 找到麥寮 沒有想到連過去探測過的美軍 還有台灣的海軍 通通不知道這個地方是個深水港 各位曉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他吃水11米2 可以停航空母艦 是全台灣唯一一座可以停航空母艦 可是王永慶 他雖然他看上麥寮 結果風水師這麼一看以後 他說麥寮的上下方都有一個沙洲 就是蛇窩產彈的地方 那麥寮就跟一條長蛇一樣的過來 麥寮港是這樣子過來的 就跟一條蛇這樣子過來 好 王永慶就開始開蛙 剛剛開蛙真的是不順利 那下面的泥沙是根本沒有辦法進港 你也沒辦法抽沙 結果王永慶找了李建軍還有其他的風水師 他們給王永慶獻了一側 哪一側 就是說要不要回新竹看看 回新竹三個地方 一個是橫山 一個是武蜂 一個是尖石 然後就在這三個地方找什麼七寶石 就是七彩石 有人講七彩有人講七寶 因為蛇會脫皮 蛇會脫皮的話 一定要好 蛇只要脫皮就會大個一寸大個一寸 所以他說你這個地方一定要買七寶石 況且要從山上的石頭把它運到那裏 果然山上的那些七彩石也好 七寶石 然後通通運了下來以後 剛剛開始 剛剛開始的時候 麥寮港是淤沙非常非常的嚴重 可是經過清除以後 最近幾年尤其最近十年 各位 當台灣的風向改變的時候 那個地方居然沒有預殺 況且 外傘頂已經飄到了哪邊 飄到了嘉義 本來是在 在那個雲林的外側 然後現在慢慢慢慢 到了嘉義 剛剛好蛇出來的話 這個地方可以慘淡 所以王永慶那時候 他挑麥寮 就在整個賣寮下面埋了七寶石 所以讓賣寮港這樣能夠成為一個工業工業港 但是那一些風水命理師也跟他講 過了十二甘枝 過了兩個到三個十二甘枝的時候 這個地方會下來 因為蛇成長得太快 太大 他必須 他還要重新再找地方 這個時候 他們告訴王永慶 就是說 你在賣寮 至少三十六年 是沒有問題 可是三十六年以後 會發生問題 各位有沒有發現 過了二十多年以後 賣寮就是經常 發生火警 發生火警 三次大火 那三次大火是不是跟鍋爐有關 其實都跟鍋爐無關 都是不小心 所以他們講 是不是七寶石的地氣已經進了 還有人告訴了王文淵 是不是你們要重新再找 類似七寶石的石塊 再度埋下去 結果命理師跟他講 你再埋的話 就要把它全部纏起來 以後再重新鋪個一遍 但是這條蛇已經變成蟒蛇的時候 就要開始注意 越大 越危險 再來看看 你在想的是這個 放航空母艦 人工島 來看看我們東港 東港為著 這碗魚頭 要碗的地方去 近年炒得不可開交 怎麼回事 是 在東港碼頭的觀景台上 有一個公共藝術 那它是由日本設計家 福田帆雄所設計 是一個魚頭雕像 不過這個魚頭雕像 設置好之後 卻出問題 為什麼 因為當地漁民反映說 這個魚貨量大減 每天鮪魚變成拍賣不到白尾 那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會不會覺得 它是 愈加之何患無辭呢 那老一輩的船長聽到說 其實不是 因為呢過去村內 就有類似這種 魚頭向外 就是它面對外海的那個 魚頭雕像設置好之後 魚貨量大減 那他們的說法是說 魚頭向外 就等於游入大海 那你還補什麼魚啊 所以後來相關單位 聽到這樣的一個說法之後呢 從善如流 他們就改了180度 那我們當然會問 改好之後有沒有變好 有喔 因為它魚頭一轉向向內之後 居然魚貨量兩個月內 多了五倍 哇 魚要游回來嘛 對 等於是 不是游出去 對 等於是把魚 全部都帶在 帶進港口裡頭了 因此呢 這樣的一個說法呢 也讓人家覺得 不敢鐵齒 因為真的就是這樣子 活生生的發生了 不過呢 如果你真的現在去到 那個東港那邊去看 除了這個碼頭 有這個魚頭雕像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也有 就是大盆灣風景區內 那有人就好奇了 是不是它 向內之後 就一路游游 游到那個大盆灣 然後還變大隻呢 那後來經過詢問 才知道說 原來呢 原本的碼頭的這個魚頭雕像 因為地處比較偏僻 就好像一個冷凍庫 魚路冷凍庫 那不是必死無疑嗎 那還帶什麼魚進來 所以他們當時就有人反映說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裝置藝術 移到比較觀光人潮的地方去 帶來人氣嘛 那後來呢 東港子弟就覺得 這樣子好嗎 人家是給我們的耶 那後來他就去跟福田 繁雄的後代去爭取授權 提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他呢 不遷移 但是呢 另外在大盆灣 多設置一隻同樣大小的 這隻魚頭雕像 這樣反而對東港好 為什麼呢 因為等於雙尾路港 東港大橋在修建的時候 在新原端那邊 也設置了一個雕像 魚頭像外 但是它的魚雕像本身就很奇特 是豬騎尾魚的一個形狀 那這個時候呢 就引來罵聲連連 新原人說 我們又不產豬 你給我來隻豬幹嘛 東港人說 我們的魚被豬騎了 你是看不起我東港人嗎 而且呢 兩邊都有人反應說 魚頭像外 一樣是游到大海去 我還帶什麼財富來 所以後來呢 他們相關單位呢 就請設計師回來講 設計師說 哎呀 豬代表路上的財富 魚代表海上的財富 兩邊的財富一起呢 在這個地方就會海陸豐富啊 聽起來是不錯 叫做三針海味 對 不過呢既然那個 漁民有意見 他說他們會再想想 是不是做調整 但是呢 他們也是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把魚頭向內 確實就好了一些 其實像東港這邊 類似這樣的一個傳說跟禁忌 還不少 有一個就跟溫王爺有關 那講到溫王爺就要講到福州一個木材商信成 那這陳信老闆有一天呢 在睡覺之前呢 突然聽到有人敲門 一看 一個白髮蒼蒼 臉上有五道胡鬚的一個老伯 那一來就說 我要買木材 明天就要 那而且呢 你今天晚上我會給你錢 那老闆說 可以我幫你趕趕 但明天你要怎麼運呢 他說不用運 你就把我木材丟到海裡頭 他會自動流到台灣東港 他說有可能嗎 那萬一那個損失怎麼辦 所以他說我會先付錢 但是你一定要實現承諾 那老闆說好啊 你說了算 結果呢隔天一大早 他去木材市場 一問之下才發現說 原來當天早上山紅爆發 把大部分木頭全部都沖走了 結果這個木頭變得非常的貴 都貴一倍以上 他一盤算下去 我原本豐厚的利潤 全部幾乎所剩無幾 所以他就動起歪腦筋 就不想投了 他反正想說 阿山紅爆發也是帶到海裡面 就等於是我給一樣 好那所以他就沒有這麼做 結果一個月後 他就開始做噩夢 夢到那個老人在他夢中說 你違背信義 不遵守諾言 你趕快給我實現 不然三天內 你將會生大病 結果呢他也想說自己做噩夢而已 結果沒想到三天後 真的生的重病 而且所有人看了都沒有用 沒辦法 想起這個噩夢還是算了 他就真的把木頭 中中都丟到海裡面 可是丟到海裡面 他也很好奇 真的有到東港嗎 所以他後來特別 坐船到東港去問 真的這批木頭有到那個地方 而且他還問到那個老人是誰 那個老人就是當地的溫王爺 因為那個溫王爺 就是有五根胡鬚 而且白髮蒼蒼 所以後來 溫王爺怎麼會做生魚 對 紅雞賺瓜就不會這樣 對 所以後來他嚇得趕快去跟溫王爺道歉 那同時呢 也真的協助他把那個廟宇建起來 我們再來看看喔 我們在這個富豪挑港口的時候 有他的學問跟考慮 漁船 就是說哪一個漁港 會閒閒閒 有一些基本的地理要知道 對 一般的觀眾朋友以為說 當漁港一定會賺錢 有的漁港是不賺錢的 那有的漁港會大賺 是為什麼 那三四十年級以前賺台灣 因為山坡地那時候禁止 爛肯爛挖 所以他比較沒有開發 所以他流水很多 台灣任何的漁港 比如說 東港 東港西 蘇澳港 蘇澳西 任何一個地方 只要是漁港旁邊 有大河跟大溪的 那個漁港 漁港當然有分 左邊跟右邊的攤位嘛 你如果吃到水深的 那個一定會大賺 比如說 我們現在講說 比如說永安漁港 它本身有澀子溪跟夏田溪 兩溪交會之後再出海港 在永安漁港旁邊 所以永安漁港它的生意就不錯 比如說你看那個 新竹蘭涼蘭涼的漁港 它因為頭全溪經過 只要這個溪 這個港口有溪經過的話 必定會大賺 那我們要講說 中文講說 山館人丁水館才溪 觀眾朋友不知道 以為說 我海港 海港靠海邊 我行李海水越來越去 所以我已經很難 當然是沒有錯 海水進來漲潮跟退潮之後 會讓你大賺跟大賠 但真正讓你大賺的 其實不是海水 是旁邊那條溪 那我們講到說 很多漁港它會大賺 但是我要講的是 北部的富製漁港 它本身旁邊是沒有溪的 行李 富製漁港生意本身來講 就普通平补 十幾年有一對姐妹在富製漁港 就賣魚貨 賣魚貨 賣魚貨 生意就普通 他現在很賺錢 那普通的原因是因為 吃飯跟他聊聊天 聊天後來就知道說 我這個客人 他有個背宮 日本時代去做兵 到南洋當兵 建世 建世 這個公馬 我們中國人一般 如果建世落後 大家叫做渡榜的 就把他送到寺廟去 但這樣是錯誤的 十幾年我要建議說 當時他普通 就是賣魚貨 普通而已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你的貝公 槍頭回家去擺 槍頭回家去擺 槍頭回家擺 槍頭回家擺 你一定會壞 他那時候跟我講說 江老師 我們貝公放在廟裡 人家就說 那家裡沒人擺 我槍的廟裡就好了 我槍頭回家擺 你才知道 要出門的時候 放五支掛金 放到新島上頭 放五支掛金 晚上回來 你說晚上十點 晚上十點 然後回來 燒給他 你就會壞 他那時候 就照著羅伊士做 果不其然 現在夫區一講 我有一家國大 你們姐妹 他們姐妹是國大 他賣魚貨 賣魚貨 還有開餐廳 那平常呢 我說 你現在做這些行李 做的什麼樣子 他說我賺錢 為什麼賺錢 死人 死人 會幫人家賺錢 你什麼賺錢 早上放這個掛金 去倒訂的錢 還不是回來燒給他 他現在手上戴的鑽錶 大概一百多萬 他開什麼 開法拉利 賣魚 你說什麼 賣魚穿這樣 看起來那個 手上戴一百多萬 開法拉利 我也這麼開五百多萬的車 開千多萬的車 但是我跟你講 有時候你不要看 那個是有方法 所以很多漁港 為什麼 其實我很多客戶是做漁港生意的 漁港 如果水性吃到都大錢 我來按你 不夠 我來按你